本场比赛是由马肖阳和前山东鲁都是分不开的 是的 这个魏晓队第一年能够参加车联赛取得这样 联赛里面就是有这种齐鲁得比是非常的罕见 非常难得 对 这个齐鲁得比 问题说这个齐鲁得比呢今天不断是这个非常的精彩 而且是非常关键的 挺进四强 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是至关重要的一场比赛 双方呢都做了 对 首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就是今天来讲的话 虽然是魏乔是这个一单 然后好帅去打的这张二单这样一个角色 而且咱们这个魏乔俱乐部和这个以往的这种俱乐部不同 虽然说是一般这个平朝队伍里 也是可以打到这种一号位置的队员 这个比赛开始之后呢 这个方博呢准备的比较充分 快 更能够有效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比较多的进攻机会 就和王正王正老师之前所说 他这个进入比赛的这个状态还是有点这个慢 是吧 慢热心 摆脱这个一些困境 现在看这个波尔 现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特点 现在方博整个的球员是 这个非常的这个理想吧 也可以说 但是现在这个这个阶段看波尔果然 我觉得我觉得是决定他这个 比赛胜负的关键 其实方博现在发到这个波尔的正式为短球呢 波尔现在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好 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板的上手质量不够凶狠 对啊 因为给对方就造成不了很大的威胁 所以说现在方博其实也主要是抓住波尔的这个漏洞 非常精彩 可以看这个球就是 方博现在整个的球员是成一个进攻的趋势 大部分球都看方博在主动发力 是因为波尔给 即便给波尔进攻的机会呢 波尔也很难一板制敌 一板制胜 所以大部分球都是中等力的优势 还是在方博这边 加强质量 就是只要是可发力可不发力的球呢 一定要发力 一定要见 就包括方博 包括像 不是方博 包括波尔 包括朱世贺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会拿出来权力去打仗 拼超联赛吗 还是说他们来打 首先这个他们是一个职业运动员 这就是他们的职业 他们有任何的保佑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也想就是说 比如说 波尔 但是这是相互的 同样他们对这个中国优秀选手 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敞开了 真正见识到这个 国家中呢 也多少会采取一些 这个比较稳妥的练兵的平台 反而会更多的去采取这个展示 方博呢 现在只要是注意控制 可以这么说 整个的人还是上了一个层次 就是他的打球的这个境界 上了一个层次 机会 这个球非常精彩 因为波尔反拉之后 这个方博用反手 请不吝点赞